黃國昌今天中午那個記者會的那個氣勢 跟那個講話的那個tempo 有點像告別式的思議 我跟各位講 我是最研究柯文哲 也研究黃國昌了 我知道你是苗文哲跟苗國昌 我在我的直播節目都有幫大家介紹 學習黃國昌的說話藝術 你知道我剛剛看他的這個畫面 我真的看懂了 我看懂他在做什麼 這是一個偉大的創作 因為黃國昌如果說 這個周刊他都當作科幻小說 那黃國昌他做什麼呢 他在寫政治言情小說 政治言情小說 大家要了解這個中間的醍醐味 就是說柯文哲是一個霸氣的總裁 然後在這個政治言情小說的過程當中 黃國昌就是深深的愛著 這樣子一個霸氣的總裁 好不舒服 然後政治上 政治上的愛 是愛肉身還是愛靈魂 注意喔是政治言情小說 大家不要想到別的地方去 那他是愛著這個霸氣的帥氣的 然後為人這個非常 有人格魅力的這樣的一個 柯文哲總裁 那黃國昌是深深的支持他 深深的為這個 為他所那個什麼 折服 對 然後身邊這個總裁 身邊還圍繞著很多人 什麼黃珊珊 陳志涵 蔡碧如 還有在更外圈外圍的 還有吳一軒 還有一些外圍的 這是整個政治言情小說裡面 登場的這一群 這主角群 那另外一群是什麼 小說要有起承轉合裡面 勢必要有反派 所以黃國昌的政治言情小說裡面 最壞的反派 三個字 民進黨 賴清德 就是黃國昌政治言情小說 筆下的那個 最壞的 在背後幕後一切的黑手 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現在霸氣的柯總裁 遇到了極致的打壓 到了土城去 身不見天日 所以你看黃國昌的用字潛詞 他講什麼 柯文哲主席 他的肉身 被你羈押 我聽了想說 不然難道羈押他的靈魂嗎 誰羈押不是羈押他的肉身 你告訴我 中華民國台灣有史以來 所有羈押的幾十萬人 成千上萬人 誰不是羈押肉身 對 屈可 但是你看喔 他用這個形容詞 他的肉身 被你這樣子 兩個月 那個整個激情的感覺 整個的情感 的動員就出來了 所以你看他為什麼 網友你們是不懂啦 黃國昌的說話藝術 為什麼講話語氣這麼緩慢 因為他要營造一種深層的悲憤感 你們看他剛剛講話的那一段 你去配一些造勢網會不會聽到的音樂 頓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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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頓 頓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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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頓ero 然后還有 正在看直播的 成千上萬的朋友 在發表這個演講 所以你說 我剛剛看到網友留言說什麼 為什麼講話語氣這麼像告別式 我跟各位講 告別式厲害的時候 也是整個的情緒動員很high的啊 對不對 這柯文哲主席有委屈嗎 有喔 然後這個 我們還要配合你 關文電主席給人 兩夠的有被迫害嗎 有喔 對不對 外親中有口號嗎 民進黨很壞嗎 有喔 這樣子整個一下子說 哇 支持者的情緒 就被他的政治言情小說 動員出來了嗎 所以今天 北檢發這個新聞稿裡面 你以為說 你看柯文哲涉案 有很多啊 他第一個先談什麼 彭震生 彭震生兩罪 彭震 第二 財產來源不明 對不對 先談彭震生 接下來北檢進入深水區 談柯文哲 柯信被告 違背職務收賄罪 對不對 之前 我看還有這個 柯文哲支持者在講說 如果只有徒利 那算什麼 只辦徒利罪 把我們柯主席押兩個月 不好意思喔 現在是 違背職務收賄罪 這一條罪呢 是十年以上最重無期徒刑的重罪 那另外還有主管 四項徒利等罪嫌 就是收賄徒利這兩條在辦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呢 許姓被告這次的就是大家 叫得很親切的叫做橘子 橘子啊 橘子怎麼樣 橘子出境到日本之後 沒反國 而且透過有人策動並呼籲 也沒辦法 對 所以呢 橘子 橘子 真的是很辛苦就假辣了 因為已經被發佈通緝 還怎麼樣呢 已經含請外交部 註銷護照了 你看 在這個裡面 檢方發了這新聞稿 你以為怎麼樣 你以為說 這樣國人就可以看清楚 檢方是多麼努力在辦嗎 錯了 言情小說就是這樣子 黃國昌他現在用什麼 用北險的這個動作 再掀起下一波劇情的高峰 說你看 北險 怎麼可以壓了兩個月 再壓兩個月 可以壓兩個月不夠嗎 為什麼還可以再兩個月 抱歉啦 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偵查中的被告 兩個月有必要時 可以再延長兩個月 就是2加2啦 這法律有規定啦 那如果黃大立委 覺得不對 其實可以提修法 那現在藍白河嘛 他跟傅崑崎 也許可以強強聯手啊 說以後積壓最好 只能壓兩個禮拜 看他要不要先提這個 但是重點是 現在他們的反應就是 既然案情會越來越明朗 當然我們不要預設立場 搞不好法官看看之後 覺得沒必要壓 也不一定 但如果之後法官決定要延壓 那代表檢察官提了這個 積壓延壓理由 有說服法官喔 對 當檢察官提的這個延壓理由 有說服法官的時候 黃國昌就要去面對 違背職務收賄 這件事情 你們要怎麼面對自己的 黨主席牽涉其中 但他顯然是沒有打算要面對 對啊 他用政治言情小說裡面去寫 就是說 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來自一個 陰謀集團 民進黨集團 賴清德集團的迫害 他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寫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批他的政治言情小說的粉絲 對 看了覺得心好痛 為這個主角柯文哲的遭遇 覺得非常的 這個感同身受局一把同情類 最後是怎麼樣 抱歉 主角柯文哲不會從書中走出來 會不會土城走出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 圍繞著柯文哲身邊 最愛柯文哲的這個黃國昌 就會成為所有 政治言情小說迷 追捧熱愛的對象 對 這就是黃國昌要的政治效應 好來這個亮俊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